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27日,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 我周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力荷,早安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也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昨天和今天,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在美國其中一個頭條就是 租老頭一上來就出手 分別對兩個國家都進行打擊 其實所謂政治外交這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一個字,timing 是一天就出兩次手的,是很可怕的 就是很多人,好像劉細良那些 走來說,租老頭,沒什麼用的 亂的 你最聰明 就是看人家一出手,震著它 做了什麼事呢?首先我們說一下 在這個月的15日 美軍駐伊拉克基地 被火箭炮襲擊 全部都是美軍的承包商 死的,一死八商 死的就是美軍的承包商 八個箱子裡面,包括了一個美軍人 就有一個跟伊朗有關的組織 就承認責任 就是說 你美國佔領伊拉克,我和你死過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拜拜川普所持 撤出了阿富汗的軍隊 又減少了一些軍隊 在伊拉克那些 其實是當日 就是2月15日出來了 這個新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經說 我會跟這個富爾德地方政府的總理 討論這件事 承諾會支持一切調查和追究責任 於是就在昨天突然間 就找了一個無人飛機出動 就飛了去敘利亞 就是去對準它這個組織 這個親伊朗的民兵組織 他們叫民兵組織 其實分分鐘大家都知道 掛羊頭賣狗肉 其實是伊朗自己的組織來都沒有頂 就炸了它 報仇 其實它這樣做是完全沒有先兆 它會做的 它現在炸完之後 它那個國防部長 Leroy Austin 就說我們很有信心 我們已經擊中了目標了 目標就是由這個 什葉派的民兵 你可以說是民兵 那些組織所控制的 我們就解決了它 這樣說 而這個敘利亞的 Foreign Minister的外長 就說 現在你美國這樣做 是這個 羅夫的行徑 但是其實如果 另一個看法就是 拜登是講到明一件事 五國大樓發議員 阿比 John Kirby 就說 這一次是對等軍事行動 和外交措施 共同進行 我是會和聯盟已經商討了 我們發出的信息就是 拜登是會作為 保護美國和我們的聯盟 而採取行動的 目的就是要緩和 敘利亞東部和伊拉克的整體局勢 我們這一次主要是摧毀了 真主女這一群的伊拉克 伊朗民兵組織 這樣 其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 它這一次就是 伊朗其實打算跟你美國談話 首先要知道 但是它談之前 它就提高了龍宿友 就是玩硬的 調高來賣 而且就說 美國要放棄制裁 我才肯和你談 這樣說 那可能其實是目的 是要緩和一下 現在它國內的鷹派 它才說得這麼硬 於是美國就給顏色來看 告訴你 你這些鷹派不要再出聲 這一個是拜登的手段 通常來說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說和呢 就是雙方的鷹派都被人嚴重打擊 才會說和 很明顯 在敘利亞的親伊朗民兵組織 是一支不受控的組織 就是等於香港的激進派 泛民是控制不了它 那美國就先拼了你 是不是 我拼了你的激進派 我現在把你重創 告訴你你想和我打 我現在告訴你 我是怎樣的 那我現在就倒了你 看你還肯不肯跟我談 那可能會是震懾的 是一次震懾行動 告訴你我是大哥 但是其實今天所發生的事 就是民工就武嚇了伊朗 但是同時間他就民工了沙地阿拉伯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記憶在2018年 阿參上來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 在這個土耳其大使館 就是說有一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叫做卡舒吉 就被誘入去這個沙地阿拉伯駐伊斯坦堡的大使館裡面 然後就被這個沙地阿拉伯裡面的特工居住 剛剛幾個小時前 其實幾天之前已經說了 就是說拜登決心會爆大鑊 到底是誰做的 當日所發生的這件事 華盛頓郵報就吵了 就吵了 不如你這樣害我的記者 不行不行啊 怎樣 但是這個阿參是壓住了 阿參一路下來 其實是跟沙地阿拉伯的郵王那些 是很朋友 他就完完全全是駁回了 對這個王太太 現在已知的事就是 誰下令這個記者 就是這個王太太 這個沙地阿拉伯的王太太 儲君 就叫做穆罕密德本 薩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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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批准 已經是根據這個美國情報局 但是當日呢 阿參就是駁回了說 你們調查的結果不准公佈 至少 他就用了語言 藝術 就說 他是同意了 但是也都 可能他同意了 但是沒有批准到做呢 但是為什麼阿參 他會說 維護這個殺了一個記者的王太太 這個記者好像是有美國公民籍的 所以其實是以美國人來說是很嚴重的 而且這個死者是被人分屍斬 就是剁了幾顆 就是根據記憶 如果有錯 大家糾正 他死得很慘 那就是因為他可以用這件事 就叫沙地阿拉伯買他的武器 這樣 當時阿肥佩奧說 美國沒有直接證據 將這個王太太和這個記者的誓誓 是放在一起 而同時間阿參的女婿 阿富什納 就是不停地在這件事上做事的 但是現在拜登是怎麼做呢 其實一上來 做總統頭幾天 已經停了主要軍售給沙地阿拉伯 並且以此就壓住了這個也門外戰 因為沙地阿拉伯是親政府軍 對於胡塞武裝組織 搞到胡塞那邊 是有人道災難發生 很多人欺負我 而同時間現在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我不會再跟這個王柱打交道 拜登說 我是直接找你的老爸 國王來談的 就是這個沙地王來談的 有什麼我不會再找你這個王柱 但是這個王柱其實上了位之後 都是一個挺鐵門的人 不過他是有少許 他的行事方式是有些像這個 他的自覺方式是 民生上是開放 政治上是很鐵門 是有些像阿聯酋那樣做法 但是現在拜登呢 那份報告就彈出來 就說是和王柱有關 但是剛剛收到的消息呢 就是說我們是不會懲罰王柱的 一切如常 但是可能中間是有些東西是會交代了 就是說喂 你柔王 我不會懲罰你的王柱 是了了這件事 但是你柔王要懂得做 這樣都未定 那現在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華盛頓郵報是背助詩的 背助詩呢 他們是在拜登這個選舉勝利裡面 是有些作用很明顯 所以如果這樣看 都是給一個交代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撐拜登 人家這樣說 那他都要做一下 是不是 不過他就希望 一定是不會影響到沙地和美國的關係 但是就給了顏色你看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可以亂殺我的公民 美國人是不用亂殺的 而且他如果要懲罰 就懲罰了那14個特工 那種情況 不過就很諷刺了 在2017年那時候 川普就去和習先生見面 看見下一面他們兩個就 川普突然說我炸了敘利亞 當他炸敘利亞那時候 現在民主黨那個 紅發的發言人 那位女士就出了一個tweet 被人掛出來 不知道真假 我相信是真的 就說 喂 人家都是主權國家 你怎麼可以炸人的 這樣說 怎麼知道現在就到他去炸人了 說敘利亞有自己主權 這樣說 雙標是這個世界 是這個強權的標準 就是那句 Strong can do what they want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對沙地阿拉伯 兩個這麼朋友 有另一個可能 其實就是拜登是鐵了心 是要跟你伊朗經濟的了 所以一旦炸了他這個伊朗 在敘利亞民兵 其實就是要殺他的氣炎之餘 也都是告訴全世界 中東我才是大佬 不是俄羅斯 不是土耳其 是我 是大佬 我是體長 美國是回來了 是吧 而且是殺了這個伊朗鷹派的氣炎 可能伊朗自己本身的中央政府 都是很生氣的 你們這些人不聽話 就是有點像 日本關東軍 那種情況 在外面就不受控了 先殺一殺你的氣炎 但是同時間 他用這一招 對沙地阿拉伯 就是 告訴沙地阿拉伯 你不要妨礙我 我是大佬 我連你的王柱都不怕 我現在放生你 並且同時間 是連銷大打的 對於國內說 他對伊朗軟弱 這種威勢 我就用兩三支飛彈 就解決了他 其實之前已經很多人在罵 拜登說你對伊朗軟弱 我有沒有對伊朗軟弱 我們是有 就是我們是 你有仇必報的 現在美國已經擺明了 我是會對我的盟友負責任的 阿琛在衛有件事 他就是講就講到明 我對盟友負責任 不過美國優先 他講就講到說 我是空神惡殺的 但是他永遠都是不打仗的 這件事情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的情況 所有人都是震驚 所有人都呆了 想不到拜登會這麼凶狠 而且 其實也是對以色列 都是一個警示 因為以色列 先那一輪大家都看到 以色列都吵 他就說 你想和伊朗核談判嗎? 不行的 他對我的敘里亞 北敘里亞那裡有幾十支火箭對著我 那美國就交警察援護一下他 和他打了他的民兵組織 我今天打了你的民兵組織 他日我都可以再去做 他這次是用無人兵組織 最重要是 他的空閘 根據現在收到的消息 是用無人兵組織 基本上 就是 立於不敗之地 那種 但是呢 現在敘里亞那邊 那些human rights 就走出來吵 就說 有17個人就不在了 有3個truck 就被毀 至少 但是這些truck 上面拿著什麼呢 就是 倉滿了伊拉克的 來自伊拉克的彈藥 這個是他們那邊說的 伊拉克的彈藥 不是伊朗的彈藥嗎? 就是說 他是由伊拉克運上去的彈藥 應該可能是由伊朗 因為由伊朗經伊拉克運上去的彈藥 應該 不好意思 理論上應該是 那些彈藥是伊朗提供的 應該理論上 因為伊拉克什麼都提供不了 是 但是他那邊那個 其實是伊拉克的北部 伊拉克的北部 其實都是有少少狗犯地區 他那裡說那些truck 是來自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 伊拉克的一方上來的 正常是由伊朗運過去 但是一定要經理伊拉克的北部 所以他現在是由敘利亞那邊說出來的文字上 是由伊拉克運上來的 他是這樣說的 目的就是轉而視線 應該是由伊朗那邊來的 這樣 但是現在 其實本來有一個想法就是 美國是會炸那些車隊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車隊 那些車隊由伊朗經伊拉克運東西過去 去敘利亞 有人想過就是在伊拉克那裡轟炸的 那現在那個做法就是炸敘利亞 炸敘利亞有一個好處就是 跟伊拉克那邊的主權瓜葛就會少很多 因為其實如果伊拉克政府 任由西方在上面亂炸炸 其實都很沒面子的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伊拉克政府 在他們國民心目中的認受性 其實是很低的 到現在都是 整天都認為他們是西方的走狗 那現在當然 所以撇除了這件事 但是看拜登所說的東西 其實就是又要找回富爾德仁出來做事 但是富爾德仁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出賣 其實他現在伊拉克北部的勢力 主要就是富爾 就是除了他那些舊ISIS 舊ISIS的人 其實就是撒達姆的舊軍團的人 當日撒達姆被小布殊打倒之後 小布殊他們竟然不用回 以前的撒達姆的軍團 那些軍隊 那些人就變相 就跟ISIS那邊的人融合了 才搞到這麼嚴重 現在他們都散了 那剩下 美國現在就想找回富爾德仁出來 去幫忙的 其實富爾德仁在這個海灣戰爭之後 都有一十多年的安定日子過 因為他在一個禁飛區那裡 就是由於他有一個北邊 伊拉克北邊禁飛區 那十多年 連網絡都安裝了 就生活得不錯 但是由於有這個ISIS 那現在美國又去找回富爾德仁出來 但是富爾德仁自己本身 其實是被美國出賣了很多次 他說立國立到現在都還沒立到 那大家自己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很明顯 就是現在美國又是玩代理人戰爭 找了一個人做代理在伊拉克北邊 跟你聚里亞玩兩手 但是美國現在是擺明了 我是老大 你誰敢不聽 我是要跟伊朗聊天的 就是很明顯現在做到的勢 是很強勢 大家看看蘇聯之前 就是俄羅斯應該說不好意思 俄羅斯都縮了水 在這些說話上 好像忍受了身 就是那種壓力是很大 所以很多人說租老頭廢柴 那些 哇 租老頭廢柴其實是難對付特朗普很多很多 就是想 不好意思啊 其實你說租老頭難對付 其實不是租老頭難對付 是租老頭的團隊 是強過特朗普的團隊太多了 是 不是他一個人 就是阿特朗普就是一幫投機分子聚在一起 但是一幫投機分子聚在一起 實際上什麼都做不到 一個人做事一定要有一個團隊 還有有將法去做一些事 不是一些賺好處的人 就可以令到這件事成功的 就是做大事一定要令到這件事成功的人 一定要有些人就喝肉湯 有些人不介意吃骨頭 大家都有一個理念共同前進 其實拜登這個人 有很多人是誤解了他 覺得他是傳統的政棍啊 但是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拜登這種人呢 是從來都很難對付 他那個韌性呢 你是估他不了的 就是他是這個人呢 年輕時候試過挫敗那個經歷呢 是令到他呢 是會強大很多的 是的 還有他兒子就去世了 其實呢 他人的那些很多的苦難呢 他都有過了 就是有些人一輩子都經歷不了這些苦難 白頭人送黑頭人 這些事情呢 他都經歷過了 所以其實他怎麼說呢 他經歷過很多磨爛的人呢 這些人很難對付的 做事也是心思熟慮很多的 做事有章有法 就是其實他這次一兩支飛彈 同一天我丟一份檔案給你爛下 就解決了這件事 是很厲害的 相對來說 就是和川普那些大隻港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大家慢慢看一下 那個影響是會持續的 他很明顯他現在是決定要擺平 中東先 其他東西再慢慢算 嗯 那好吧 我們先講到這裡 回來再會講一下 他這件事之後 對於經濟的影響 好 拜拜